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現在除了在這個烏克蘭之外 那當然 這個對日本來說 最近因為 對普丁態度很強硬 所以當然俄羅斯對普丁 也很不爽 當然這一定的 北方四島不用談了 沒事我就派飛機 派軍艦去你家門口繞來繞去 對不對 來 現在呢 這個岸田文賢 他接受了這個媒體採訪 突然間爆出了這句話 他說連美國都無法憑 一己之力保護本國 這個本國指的是美國還是日本 我有點不清楚 這個我語意上不太清楚 他說正因如此 我們必須認真考慮集體自衛權 從下面這句話往回面 往這個推回來 這個本國應該指的是日本 他說連美國都無法憑 他自己的國力保護我們日本啦 所以我們日本要認真考慮集體自衛權 那他講的是誰 當然是針對中國大陸 還有俄羅斯的威脅嘛 好那其實日本在戰爭期間 對俄羅斯的制裁是非常多的 包含驅逐外交官啊 取消這個最惠國待遇啦 然後禁止進口煤炭機械 木材福特加還凍結俄軍 議員軍方相關組織跟大型銀行資產 甚至對俄羅斯 這個停止他們相關新的投資 好那這些事情當然都讓俄羅斯 非常非常的不爽 所以呢俄羅斯的駐日大使 最近都講說 日本發動不當制裁 試圖給俄羅斯造成損失 阿賀啊沒關係 好你有走 那你無情就別怪我無意 所以俄日的和平條約談判 是不可能的 而且不但不可能 我們跟中國大陸戰略夥伴的關係 還要再加深 你很怕是不是 你很怕我們兩個國家是不是很好 那我們就抱在一起 一起處理你 好一起來處理你 那另外呢 這個日本官房的長官 他面對俄羅斯強硬態度 他繼續講 好沒關係 你就跟中俄抱在一起 那我們就暫停 而且重新考慮安倍晉三時期 跟俄羅斯達成的 八項經濟合作計劃 好啦此話一出 看起來安倍晉三是不是有點緊張 安倍晉三在5月26號 接受經濟學院雜誌 他怎麼沒有說那個LNG不買了 當然沒有 繼續 安倍晉三說什麼 他說如果哲倫 這算大實話 如果折倫斯基可以承諾不加入北約 或者是頓捏茲克 羅甘斯克高度自治權 那麼還有避免戰爭的可能 當然啊 折倫斯基可能會拒絕 但是美國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安倍話也講得很白 如果折倫斯基乖一點 其實戰爭不會發生 就算折倫斯基不乖 但美國可以叫他乖 可是美國也沒這麼做 那這個話就呼應了這個 拉夫羅夫也是在最近的採訪提到 他說過去幾年西方對俄羅斯 要求烏克蘭旅行承諾的 呼籲智若網文 呼籲什麼 呼籲你不要搞納粹話 呼籲你不要加入北約 呼籲你不要去清算 清惡的烏克蘭人 結果你們這些西方國家 包含烏克蘭 我們叫半天你們都不聽 我們也長期要跟西方接觸 可是你們根本不在乎 這我們講過嘛 去年12月 不是說要簽兩項條約嗎 一個是這個烏克蘭相關條約 一個是北約不要東擴的條約 結果是美國不簽嘛 俄羅斯希望可以提出 安全保障協議 美國不簽嘛 所以你們忽視 俄羅斯對邊境威脅的警告 那我們就只好特別 軍事行動了不是嗎 那與此同時當然 芬蘭瑞典加入北約這件事情 會不會是下一個戰場 最近的狀況是呢 有四艘來自英德法的軍艦 抵達了芬蘭的赫爾辛基碼頭 美德軍艦參加波羅的海的演習 那這個芬蘭的海軍軍官就說了 芬蘭已經升旗加入北約了 三國軍券訪問 就是對美國的支援 對芬蘭的支援 確定有用嗎 關鍵還是在土耳其啊各位 土耳其總統最近話講得很白 只要我還是土耳其的元首 只要我沒死啦 肯定不會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 加入北約說行 我不會對這兩個國家要加入北約 點頭 say yes 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那另外就我剛剛提到的 之前不是瑞典芬蘭都去跑 都跟這個英國首相強生見面 強生不是說我們簽安全保障協議 放心我會保護你的安全 能保護嗎 那時候我就問了 來我們來看 5月29號英國太陽報 說呢英國提供給烏克蘭的天艦防空系統 運抵波蘭英格約之後還沒有運行 為什麼 因為他故障 他到波蘭還沒進戰場 已經壞掉了 然後英國國防部還說 這個可能要到8月才能使用 對所以芬蘭瑞典 你們再去期待英國美國保護你們 沒關係 當然這旁邊就是我另外找到的 從日本到芬蘭瑞典加入北約 大使 英國其實不是掉期 英國其實是故意的 因為現在各國拿到 拿到這個烏克蘭武器 都是那些庫存的 快報廢的 沒什麼好東西 好的東西不會拿去 給烏克蘭這樣子用 所以這些東西去了 拆拆裝裝 修修 弄弄 就是幾個月 那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基本上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脫殘戰爭 那麼是要維繫 哲倫斯基的士氣用的 你還真的以為期盼他會打腎臟嗎 我覺得西方國家清楚得很 今天在烏克蘭前線是什麼狀況 烏克蘭的政府是個什麼狀況 烏克蘭的軍隊是什麼狀況 清楚得很 那這些基本上就是怎麼樣 我認為就是說維持士氣的 而且你看今天烏克蘭軍隊 整個打下來我們要冷靜來看 烏克蘭的軍隊你看靠什麼 靠的是城鎮這些老百姓的房子 這些公共建築在裡面打城鎮戰 他的防禦他沒什麼防禦工事 要不然就躲在野郊外的樹林裡面 幹嘛 放冷槍而已 他什麼時候大部隊跟俄羅斯的部隊 好好對幹過一場 沒有 都是在那個城鎮裡面 然後呢人肉盾牌不說 然後都在城鎮裡面 不惜把烏克蘭的城鎮一個一個打爛 那現在這次打這個北頓那一次 我看北頓十萬人的城市 這個城市很新的 這個其實在蘇聯時代建了一個時代 城市它是一個工業城 那這次俄羅斯還沒進去就轟 它現在已經不管了 就是把你轟平了 剛剛的剛剛四個小時 美聯社新聞說 基本上那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城已經大概攻下來 對 已經攻下來了 那就是等於說他認為是 在這個烏東地區 烏軍在這個區域 最後一個軍事據點 因為本來不是有個利曼嗎 宏利曼嗎 兩天前陷落 那這個是交通重心 所以它的後援全部被切斷 或者現在再往東 就把這個 就把這個北頓的刺客拿下來 拿下來以後 這個戰局就會造成很大的 這個轉向 那等於說另外一個馬里烏波爾 那接下來一直在講說 烏克蘭要反攻 烏克蘭要反攻 我認為根本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烏軍到現在打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靠城鎮 在裡面跟這個 跟這個好 跟這個俄軍打城鎮戰 放冷槍 靠這些針刺飛彈 標槍飛彈再怎麼樣 來造成俄軍的傷亡 因為他知道俄軍得到的指令說 盡量不要造成人民 非軍事人員的傷亡 所以這個戰爭就進行得很快 俄羅斯的所謂鋼鐵長城 還有它的這種大規模的火力設備 它是要在大平原上面 大的這個戰場上發揮殺傷力的 可是烏軍得到的訓練 跟他們訓練 我認為是北約教他的 基本上減少你的傷亡 保障你的實力 你就是躲在這些人工的建築物裡面 躲在城市裡面 堅守不出 你出來你就被殲滅了 為什麼 有一個很關鍵的一個 戰爭上一關 沒有滯空權 整個烏軍沒有滯空權 所以烏軍現在 這些城市裡面還守不住了 這幾個城市都出來以後 這個裡面這個北頓那次刻 基本上就是過去在盧干斯克 盧干斯克的首府 事實上是被這個 親俄的勢力長期 它是他們所控制的範圍 所以當盧干斯克的這個 烏軍這方 烏克蘭這方面的首府 就是北頓那次刻 所以現在等於北頓 就是說這個盧干斯克的 這個烏克蘭的首都被攻陷 所以這種戰爭就是說 照這個盧干斯克整個州的話 這個戰役結束了 接下來就是盾內刺客 盾內刺客的 應該算是西北一角 那個地方還在切割 還有得打 那可是盧干斯克基本結束 那這些部分就變成 它這些部隊 它如果保存實力的話 它就撤出來 撤回往西撤 可是問題就是說 俄軍縣的意思就是說 我把這個盾巴斯地區 我把它打下來以後 對不起 行政疆界拿回來了 也就是俄軍一直講的 行政疆界 就是在原來的烏克蘭領土裡面 大部盾巴斯區 它本來的疆界 我全部拿下來以後 我就變 我就停了 就等你烏軍來攻吧 那烏軍怎麼攻 烏軍沒有制空權的時候 他的部隊集結 部隊他沒有這種城鎮的掩護 他都要曝露出來 他的行動也好 他的部隊的這些 這些重裝備的 資重的移動 全部都曝露出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 就是俄軍發揮他空憂的時候 一句就大規模監獄 因為烏軍到現在都不敢離開城鎮 那你將來你被趕出城鎮 你逃回去以後 那你現在跑回 你這個哈爾科夫好了 你哈爾科夫你要過來 有19亩 有利曼 這兩個城市 這個中間過程中間 你沒有什麼 你不像是在這個 在這個所謂的阿富汗 到處是天險 我跑到一個山谷裡面 你就看不到我了 對不起 平原居多 你沒有什麼天險 所以我覺得 這個所謂烏克蘭要反攻 沒有自空權 空話一句 空話一句 聽到沒有 旺旺水神 還有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台 一直在噴煙的 這個叫做旺旺水神霧化器 哪裡買呢 可以到快點購的平台來購買 同時現在 中天的觀眾有好看 你上快點購 買霧化器會送水神 也推薦大家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R588 可以有相關的折扣優惠